Hello 大家好 我是Eyen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那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 新建房的现场啊 今天带大家看一看这个Foundation 就是地基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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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再看到这些工人正在干活 我们这个项目是有一部分老的Foundation 然后后面新接了一块 后面加建了一块 所以就有一部分新的Foundation 现在正在做Foundation的 所谓的Farm就是木板墙 木板墙之后 然后里面有钢筋 我带近距离看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墙 就是老墙跟新墙交接的地方 在老墙里面需要打一些钢筋 把插一些钢筋进去 这样跟新墙的衔接才会更稳定一些 然后新墙这边 也是来看这个木板 木板就是这个Found吗 或者叫模子吧 模子中间都是下的钢筋 那具体要放多少钢筋呢 这都是有具体要求的 这个钢筋弄完之后 会有City的Building Inspector 过来检查一下 就确定你这个Foundation的距离 还有厚度啊 包括深度啊 和你下的钢筋这些标号 是要满足这个要求啊 就跟你当初设计的是一样的 之后然后就可以这个来浇水泥了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两边各有一个很高的这个钢筋的柱子 这边有一个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两个 其实这个地方呢是 将来会是这个 车库的门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钢筋呢 因为这个钢筋需要 这个水泥需要做到这个二楼啊 因为这个 车库两边的墙比较窄 大概一边就两尺左右 普通的这个木头的Framing呢 就结构强度不够 所以 就是按照现在的Building Code的要求 这个地方就必须做这个 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啊 也这个增加了不少 不少的成本 这两个东西 就是 就是两根水泥柱子啊 大概 一块大概就要2000多块钱吧 可能大概 啊 所以这两个差不多就5000块钱啊 就是额坏的增加的成本 如果是做Wood Framing的话 其实可能 几百块钱的木头应该就够了 所以有有各种各种各样的这个 嗯 所谓的Hidden Cost吧 就是你不知道 Code的具体的要求 嗯 就你这种设计开始设计了之后 嗯 仔细去研究啊 甚至有的时候说 不同的这个City 就是不同的这个 啊 Permit Review的人 他们对于这个Permit 对这个Code的要求 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啊 所以你 这些东西就就很难 很难你在之前就就了解清楚啊 很多时候都是这个叫 呃 在做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事情 或者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嘛 啊 这是之前设计的时候就知道 嗯 就会有一些额外的成本啊 嗯 不过相对来说 健身房可能是这个意味 这个surprise 所谓的surprise会少一些 啊 因为毕竟是一切 就是start from scratch嘛 就是从一切从这个 呃 最基本的开始 所以 呃 不像不像旧房翻新会 尤其 尤其是越老的房子啊 你开了 墙啊 或者干嘛之后 会发现很多啊 其他的 之前没有发现的问题 像这种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 落实到纸上之后 啊 到现场 不会有 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吧 啊 这个等于说 呃 在我们这个permit做好之后 嗯 这就是 等于是在计划之内的事情了 嗯 因为我们这个地基呢 是保留了一部分原来房子的老的地基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新的地基 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库啊 这边是车库 我们现在看到 车库的这个 呃 呃 水泥的 然后里面还有好多的那个钢筋 啊 就是从结构上的考虑吧 这样比较坚固一些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新的这个Foundation 因为我们把整个这个面积 扩大了一些 新的Foundation 跟老的交界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呃 新的Foundation呢 它是这个 新的Foundation比较宽 这个应该是8寸 8寸宽的 然后老的Foundation稍微斩一点 是6寸的啊 呃 因为当时的这个 呃 要求不高嘛 现在要求高一些 就是6寸的 然后为了这个 呃 原来的Foundation更结实一点呢 我们把这个 Foundation就Foothing这一块 加固了一下 里面加了钢筋 又重新打了水泥啊 所以就 新的这个就很结实了 啊 这样就是我们以后做二楼 呃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呃 之后呢 还会把这个 原来的Foundation外面清洗一下 因为上面有好多土嘛 之前这些部分是 埋在地下的啊 后来清洗一下 然后做一下这个Waterproofing 因为这个还是有一部分 会在这个 呃 底下嘛 大概是底下两三尺的样子 做一下Waterproof 这样的话就不会 以后不会有漏水的问题 大家看一下这个 Concrete 因为现在这种各种材料人工都在涨价 这Concrete 现在我们前段时间就前几天浇的时候 大概是130多块钱 135块钱一个一个样的吧 啊 一个Cubic 样的 就价钱还是挺贵的 我记得之前大概是 两年前听说的价格是八九十块钱吧 现在就是130 这张的蛮夸张的 然后呃 这个外面我们挖开了啊 挖开了一方面是做这个 呃 Foothing的架构 另一方面呢 还要做Foothing Dream Foothing Dream是什么呢 就是之前我们也说了嘛 因为这个地方 这这个房子是有地下室的 大家看看里面啊 这地下室的那个地板 是有地下室的 所以如果你一部分地下室是在那个 就Blow Grid嘛 就是在这个地面以下 这就会出现这个水会会会渗渗过来的吧 啊 虽然你这是地基是水泥的 那水泥也不是百分之百防水的 虽然我们做Waterproof 但是这个就也不一定说 会百分之百把这个水就防住 所以呢 就我们就在这个老的地基的地方 挖一圈沟啊 这个沟呢 下面会添上一些碎石子 然后还会做 还会放一些管子 就排水管 就有孔的那种管子 就如果有水积到这个Foundation这边的话 就会顺着那管子排走 啊 不会不会进到室内去 啊 然后包括后面这个Gutter啊什么的 后面的Gutter 以后的Gutter Gutter那个水流下来之后呢 也是这个通过管子排走啊 那个是另外一条管啊 就跟这个排水管是两个管 等于说这底下要买两个管 一个是这个Foundation drain的管子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Gutter的排水管 然后其实我在想一些utility的管 包括这个 啊 水管应该也可以 也可以从这走 水管气管可能也是可以从这走的 所以我们这个就可以先不填 我到时候跟做utility的公司呢 再问一下就是如果这边可以走的话就 比如说这一个沟呢 这趟沟我们先不填起来了 啊 把各种utility都接进来之后 再再填 这样的话就省了省了一些事啊 啊 接下来就是要做这个Dream嘛 然后utility 然后还有 再往上 再然后就可以做Framing了 就可以做这个房子的整个 啊 股价和结构了 大概是 这样一个情况 好 那这次就先更新到这 啊 记得点订阅并点击小铃铛 这样的话后面有更新 啊 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出到通知啊 这个整个项目我们都会持续更新 一直到这个项目做好之后啊 都会都会有持续不断的更新 如果你喜欢视频的话 这个欢迎点赞订阅啊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